歡迎繼續關注三水新聞 1月22號 三水區大數據中心正式啟用 中心作為三水區社會綜合治理 和城市數據的中樞 將做一步提升三水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 推進數字政府建設 三水區委副書記 代區長李軍 區委常委 常務副區長林堅偉 副區長 區公安分局局長劉曉平等 為三水區大數據中心揭牌 三水區大數據中心位於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北側 建築面積約13,700平方米共9層 其中1至3層用於建設三水區智慧城市聯動指揮中心項目 4至7層用於建設佛山110城市應急指揮中心三水分中心項目 含實彈射擊訓練館 中心包括三水區智慧城市聯動指揮中心 佛山市110城市應急指揮中心 三水分中心等功能分區 首期三水區委政法委 區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 區110指揮中心 區數字資源中心4個部門已經進駐 未來大數據中心還預留了足夠空間 可供應急管理 交通 消防 生態環境 氣象 供水 燃氣 110中心等涉及城市運行管理等多部門的 信息監管科室按稅進駐 下一階段的話 我們會通過一些數據的 採集共享和交換 然後通過他們的一些業務流程的一個 再造 然後使他們能夠 為我們整個三水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一個 運作的一個管理模式 建設區大數據中心 是三水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舉措 將促進數據資源歸雜 共聯共享和開發應用 進一步提升三水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 三水區委副書記代區長李軍表示 要繼續深化大數據資源應用 推進大數據和民生服務深度融合 推動公共服務高效化 變質化 讓群眾小跑腿 數據多跑路 設計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佛山電視台記者梁詠詩 莫耀偉 以及通訊員報導